大家好,欢迎回到松书新语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6号礼拜天 我们就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世界各地的事故 我们是一个用地图来讲故事,讲事故这么个频道 那么上周六在韩国黎泰院发生大规模踩踏事故之后 那么在第二天在11月30号在印度又发生了一起大的事故 就是我背后的这个桥 它在印度西部叫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这个人形桥上发生坍塌 造成大量游客坠入河中发生事故 那现在这个事故的原因还正在调查中 背后的这张照片实际上是2008年的一张照片 我们看一下这个桥的具体位置 这个桥就在这个位置 在一个河流的上游 那么当时我们看一下这个桥的参数 这个桥还是比较有历史的 那它是很早之前在1880年 就是100多年前就建造完成了 这个吊桥一共长230米 连接着这个巴加尔工和拉克迪尔级工程学院 就这两边是这么一个连接的吊桥 人形的 那么这个桥呢刚刚啊经过维修 那么这个维修呢花的费用也不高 我看着花费用大概几十万英镑的样子 那这个桥呢维修之后啊 重开不到五天就发生了这么一起悲惨的事故 那事故的原因主要啊 从目前看起来的原因分析还是超载 这个桥呢本来它的通过人数啊是很有限的啊 当时呢涌入了超过大概 实际的它的有效的这个通过人数的几十倍 那么当时呢发生事故的时候啊 这个桥上有五百多人 那么很多人呢掉到水里 那么遇难的呢大多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那么一些年轻人呢要灵活一些 掉到水里有的会游泳啊 就可以那个了 就可以得救啊 那么当时呢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啊 当时有人在桥的中心啊使劲的摇晃 并且呢可以说起哄啊 就像我们在那些景区里边玩那些这个急流泳进的时候啊 大家做这种探险的时候做的那种动作 但这是一个人形通过的吊桥啊 当时这个桥啊维修完之后呢 呃维修方说呢 他说未来八到十年啊 这个桥都不会有事啊 如果负责上的说十五年都不用修 结果花音刚落呀 这五天之后呢 这个桥就出了问题 那一方面呢 我觉得啊是也许啊 在这个吊桥维修过程中有问题 验收呢也有问题 最关键的还是超载 还是这些年轻人口的管理 其后的都是年轻人啊 呃那么各方面的调查呢 还都在进行中啊 包括这个 这个桥呢 还是收费的 哎 这是一个还是个收费的桥 所以呢 呃相关的这个 包括改造的啊 维护的 还有这个经营桥的人呢 现在都在接受调查 呃目前来说呢 呃印度呢 刚刚经历过好几次大的喜事 就前面我们讲的啊 呃 英国的首相换成了一个印度裔啊 还有其他的这个喜讯 比如说 英啊 印度的这个 GDP超过了英国啊 等等等等啊 现在他们正在过节 突然又发生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事故 可以说是乐极生悲吧 这是 在韩国黎泰院事故发生之后啊 紧接着发生的第二起 大规模群死群伤的这个事故 这两件事故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我们仔细想想啊 它是还是有相通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政府管理上出问题了 哎 管理的不够严格 那我们说是不是事后诸葛亮啊 出了事你再说 还真不是啊 因为这个桥呢 是明显的超载 在桥的两端呢 在这么一个节日庆祝的时候呢 没有人出来维持秩序 有效的维持秩序 第二个呢 就是对年轻人的管理上啊 这两起事故出问题的都出在年轻人身上 实际上呢 年轻人啊 在那时候表现出一种无序啊 一种肆意的这种狂欢啊 实际上这个社会的约束呢 没有投影到这个世界上啊 这是接连两起啊 从11月29号啊 11月29号到 11月29号呢 是上周的事 那11月30号呢 就是这一周的事了 是吧 那这是10月30号发生的 印度的这一期事故 那下一期事故啊 就是在希腊 我们看一下呃 从土耳其啊 到希腊啊 一直是有非洲的难民啊 乘坐船只偷渡到欧洲的这么一条线路 大家看到啊 这 这是埃金海的这个 东岸啊 就是伊兹米尔地区 土耳其的伊兹米尔地区 在这边呢 有大量的这个偷渡的 这些舌头啊 这个船 那么他向希腊航行 那么到希腊登陆之后呢 就到了欧盟的地界 从希腊啊 再往意大利 再向欧盟的其他国家 经过保加利亚 进了欧洲其他国家 那么就在11月1号 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叫 埃威亚和安德劳斯 安德劳斯这个岛之间的 这么一个位置呢 发生了一起 这个偷渡的船只轻浮事件 那希腊的 这个 这个海岸警卫队说呢 在10月1号 在埃金海的西部 发现了几十具尸体 总的遇难人数啊 这个偷渡船只的 总的遇难人数 目前已经上升到了23人 那幸存者呢 是12人 还有34人呢 拒报失踪 就上周二的时候 这么一个事件 那这个船只呢 当时一共核载了68人 从伊兹米尔出发之后呢 在靠近希腊地区沉没 当时呢 是风高浪急啊 希腊的海岸警卫队呢 也出动直升飞机 去勘察 但是呢 很遗憾 事故还是发生了 旧外来的人数呢 也有限 都是溺水渗亡 每年啊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啊 从非洲啊 到土耳其 或者是从 啊 低中海的这个 南岸 向这个欧洲这个方向 就偷渡啊 他们这个就是说 是一种 呃 成团的 成规模的 几十人上百人 啊 根据联合国统计啊 从2014年以来啊 那么 已经超过有25000人 在试图穿越 低中海的 不同区域的时候呢 想去欧盟的过程中 丧生 那这是很悲惨的一个事件啊 那么 连 关于这个偷渡的难民啊 在过去啊 有很多的这样的案例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地中海啊 那么这个偷渡呢 发生在各个地区啊 那主要还是集中在 意大利 希腊 这个周边的海域 那么地中海呢 呃 大家知道地中海 不是像大洋这样的 它是一个开阔的海面 它是一个 呃 周边呢 是一个封闭的 但是实际上地中海 也有台风的 它是呃 不是经典意义上台风 就是这种 呃 地区性的气旋 再一个呢 就是碰到暴风雨天气 也是容易出事故啊 这是在上周出现的一个 很悲催的一个 难民偷渡啊 从土耳其到希腊过程中 传持轻浮的这个事件 造成了23人 起码目前来统计啊 是23人丧生 还有失踪的人员 我估计最后的死亡人数啊 可能能超过50人 啊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故 那讲完这个 呃 国外的几期比较大的事故啊 我们再聊一聊 在中国发生的 更悲催的啊 虽然死亡人数少 但是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 这么一个 比如说兰州的 三岁儿童的这个死亡事故 可以说呀 他三岁的人生啊 他叫陀文心啊 他的一生呢 就是被封控的一生 那这个孩子呢 呃 他居住在哪呢 他居住在兰州市啊 兰州市啊 七里河区西原街道啊 就这个位置 那么 他们啊 因为受封控的影响啊 就在店里生活啊 就是父母呢 是开这个 一个小吃店的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因为封控之后啊 他们也没法回到居住地 就在店里边生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呃 由于呢 晚上取暖啊 采用燃气取暖 就是那种 呃 燃气瓦斯炉 烧水取暖 结果发生了 煤气中毒事件 那发生事故之后呢 这个丈夫啊 紧急救助他的妻子 通过这个心肺复苏啊 将他妻子呢 基本上就醒了 后来发现孩子 也中了煤气了 就紧急着 要把孩子送到医院 在这个过程中 遭到了所谓的 防疫人员的阻拦啊 这些恶魔呢 将一个三岁的 可爱的儿童呢 让他们离 让他离开了人间 那这是中国动胎清零啊 一个新的刺身灾害啊 这些不幸的事件呢 就发生在两三公里范围内 从这个住处到医院 到孩子 就是去世的这个省富有保健院 只有三公里 实际上才从他的居住地 到周边啊 医院三公里之内 还有很多其他的医院 危机中毒啊 可能现在居住在城市的朋友 都很陌生 兰州呢 是中国甘肃省的省会 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居住的这些啊 实际上是平房啊 或者是一些呃 就是说不是这个 就是说集中供暖的小区 所以呢 得自己取暖啊 那么我呢 小时候啊 其实也中过煤气 我小时候呢 呃 住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 也是烧煤取暖啊 我住在我附近宿舍里边 那在高二下雪期的时候 应该快到高三的时候呢 有一天冬天 哎 我就中了煤气 当时呢 是头特别昏 特别疼 呃 从床上翻起来呢 就立马就跌倒地上了 大家知道这个一氧化碳啊 在地面的这个浓度也很高的 后来呢 我就努力的执起身啊 就是爬到门口 把门开开 哎 逐渐呢 就有了点力气 后来呢 我就扶着墙啊 站起来 就上集体宿舍 因为高中的还有集体宿舍 我是老师子弟 我就跌跌撞撞的 走到了集体宿舍 又躺到了集体宿舍 我的床上 后来我才缓过劲来 我才明白 哦 可能是煤气中毒了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在缺氧的状态下 你的思考啊 就跟CPU一样 内存锅热 你思考能力就很弱了 你当时反应不过来 是煤气中毒 就是煤气中毒 那个人反应不过来的 我可以说呀 因为自己啊 十七八岁 年轻力壮 或者是重煤气 程度不高 我是捡了一条命 但很可惜啊 这个孩子呢 就被这个 万恶的动态清零呢 就夺去了生命啊 这是在兰州市的一起悲催事件 那还有一期更悲催事件呢 是在呼和浩特啊 那呼和浩特呢 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 那在中国大陆啊 现在在执行悲痛管理 悲伤管理 就自杀不叫自杀 叫坠楼啊 特别是官员自杀 都一般都是坠楼啊 从来不说自杀 而自杀的原因呢 往往都规律到抑郁 焦虑上啊 那这一期事故呢 发生在呼和浩特的这个 呃 北原东街啊 这个地方呢 我是经常经常去的 我非常熟悉 因为呃 早年啊 在呼和浩特 这个新华大街呢 因为这个 有时候红绿灯也比较多嘛 有时候比较堵车 很多时候呢 大家去机场呢 实际上都是走北原东街 走北边这条路 从北边这条路呢 到机场 那么后来呢 当然也有其他的快速路啊 北原东街 后来确实比较快 就在这个小区的这栋楼 发生了一起坠楼事故啊 那么当时呢 这个 一个这个 一个就周边的人 听到咚的一声啊 从楼上掉下来 所以坠楼啊 想想啊 就是一百多斤的这个质量啊 坠到地上 声音是非常大的 当时呢 这个十月四号啊 时间是十月四号啊 就在这个 我们地图上这个位置 在北原东街的这个 星光A9小区 这个跳楼的女士呢 姓王啊 当时正在上网课 她的女儿呢 可以说哭的是 撕心裂肺啊 一直在喊妈妈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小区也不给开灯 也不开门 关键的是 这个小区的门被焊死了 在焊死了 那报道这个新闻的呢 最早呢 也都是周边省市的媒体 这让我想起了 那个特别不要脸的 中国CCAV啊 在还是别的台 在质问韩国离泰院的 事故原因 那实际上呢 韩国呢 是不需要中国质问的 在韩国事故发生之后啊 各方面的媒体都在追踪 甚至连总统的行程 几点几分接的电话 一分一秒的在抠 但是呢 在中国内蒙发生 这起坠楼事故呢 能发出点声音的 都是别的省市的 河南 淹了大水 是山东江苏来报道 那内蒙有了坠楼 是河南来报道 就是这么一个 混乱魔幻的 这么一个场景 因为在十一期间啊 实际上在十一之前 护士就爆发了疫情 现在呢 这个疫情呢 已经处于一个 失控的状态 就是得的是 得这个新冠的人 很多的阳性的 这个呢 之所以出现 这么一个混乱的局面呢 什么超加式的 这个 消毒呢 也是得益于 那个网红局长啊 他的所谓超加式消毒的 这么一个理论啊 那么这个女士呢 可能已经去世了 那么在忽视啊 发表的这个 警情通报中啊 大家可以看到 是非常的冷静 或者冷酷 或者说冰冷的啊 压根就没有提 他坠落的原因 而是归到焦虑上 但有外省市的记者 问这个公安局的人 说是什么原因的时候 回答是更冰冷的 四个字 无可奉告 那么 警经通报里边说呀 他可能患有焦虑障碍 说实话 在封控几十天的 这些小区里边 哪个人没有焦虑呢 在中国大陆啊 因为封控造成的 次生灾害啊 是次及彼伏 那么最大的事故呢 就是今年 在九月份 在贵州啊 发生的这个凌晨转运 造成 接近三十人 这么丧生的 这么一起事故 在凌晨一点中啊 把那些 根本就没有阳性啊 属于密接 次密接的人呢 拉到贵阳之外的 关系户的宾馆 进行隔离 就为了挣这点 魅心钱啊 魅良心的钱 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 这是 贵州啊 因为 COVID 死亡的人数 可能是很有限的 但是因为 疫情的次生灾害 造成的跳楼 像我们说的这个 公交 就是大巴轻腹事故啊 是疫情的事 就是说 疫情发生死亡的时候 几十倍上百倍 那么 胡浩特 也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整个这个 疫情防控中啊 这个把大门汗死呢 是一种常规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 经济落后的地区 在经济发达地区呢 往往用物联网的手段 弄上门瓷 弄上物联网 给你来搞 那像这种事故啊 在全世界 都是为所未闻的 比如说朝鲜 我们说东朝鲜 东朝鲜都没这么干 我们瑞士的留学生 这个领袖啊 做的还是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 东朝鲜没有 西朝鲜就有啊 他们 我在想这个事呢 为什么要把门封死呢 汗死呢 我就骨子里边啊 还是不相信这个老百姓 你想想 或者换个说法 为什么我们养猪养羊 会有猪圈羊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猪和羊 可能不听我使唤 所以呢 我要把它卷起来 哎 你一个猪一个羊 不超过一米 我弄个一米五的栏杆 你就出不去了 啊 那么现在 呃 你看 实际上 这些管理者呀 是把老百姓 当成这个牲口来管理的 他骨子里就不相信 你会听他的话 哈哈 所以呢 他就这么来干 啊 当然说呀 我们说大陆啊 很多老百姓啊 其实普通人慢慢的也陷入了一个极端自私自利 事不关于高挂起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啊 呃 那这样的人有多少的这个比例呢 那可能多多得很 多到难以估计啊 我真不好说具体的比例多少 因为人心割肚皮啊 但是呢 网上爆出来的有很多的这个粉红啊 比如说贵州的啊 在贵州风空期间很多粉红都在哀叹啊 我快饿死了 甚至有的吃干水 那另外呢 还有呢 比如说像啊 前两天爆出来一个呃 微博上的一个一个家伙 是也是南方的某个省份的 他说他做梦 我又去打台湾去了 我在那梦里打台湾了 结果他这几天也在哀叹啊 把他风控了 把他瘫疮了等等等等 所以呢 不被铁拳招呼啊 他永远都不知道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 他永远不知道他实际上是牲口啊 那总体来说呀 大陆人民享受的是全过程的民主啊 这是他们应得的 有什么样的老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是吧 所以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这是我们应得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就享受吧 那好的 关于啊 上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故呢 和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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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